下一位 好 来 因为有见于大家说 我们群组都没有台湾人 来我今天多接几个台湾人 Fiona 你开麦 Fiona Fiona 嗨 嗨 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但你的静音的标志还在 但是我可以听得到 所以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 我们就继续 Fiona 来 Fiona你好 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 Fiona你好 安安几岁哪里人 30台南 台南的朋友 台南的妹子 台妹哦 是一位台妹 台妹Fiona Fiona 你是从事哪一行的 我是临床护理师 你是护理师 那你们最近应该很辛苦吧 很累 很累 对 来说说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但是台南那边 台南现在的病例 疫情不严重 对对对病例大概几例台南 今天官网公布是一例 一例而已 就是从台北下来 就是万华下来的那个阿姨 嘿 哦对 万华下来的那个阿姨是不是 也是从万华下来的 对 但是 可是我觉得未来比较看不 因为今天大概有333期嘛 阵内的 但是因为北部的医疗负荷 已经达到一定的极限了 所以其实有几个声音已经出来 就是可能北部的一些病患 可能会往南部去做舒服 就是去减压这一个动作 所以其实我觉得南部 啊不用老实说年龄 没关系你说30岁也年轻啊 有什么关系 就是为了要疏解北部的医疗院所的压力的话 可能会把一些病患去做南部的 减压的这个动作 去疏解北部医疗医疗人员的压力 就是可能会把北部的病人 往南部的医院送了 就是这样对不对 嗯对 因为想说现在南部的医疗资源 附荷没那么重 对 嗯嗯 其实应该不是说南部医疗资源 没有附荷那么重 而是说现在可能也没有到封城这个地步 所以可能目前一些北部的人 其实流动 人口是流动的 所以在流动的人口下面 其实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广塞跟普塞 并不是那么的 普及 所以其实他如果无症状的话 或者是他想要刻移民 就是去 不要讲说他是去哪里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症状或无症状的患者 或者是一般的人 嗯 其实我是觉得说因为普塞跟广塞 并没有在台湾推行的很 很 很广泛 所以其实有没有保护到我医疗 根本没有推行好不好 我们没有推行普塞 对 我们现在只有台北跟新北两个两个都市有在有在普塞 而且而且也是限额的 因为他他好像那个四季不够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每天只能普塞个六百例 因为他有分他的医疗他的那个减疫能量啊 所以在新北的话像星光医院说他其实最近的 筛减的那个能量也超过他平常的三十倍 可是他平常可能只塞一两个 可是现在突然多了变成五六十个 对他来讲其实就是增加了 主要是 但是普塞 如果是快塞就不用那么麻烦吗 对不对 对其实 其实只有前面的前置作业是需要 因为我们要到一个隔离的病室 然后医护人员就 除了医师还有护理人员要去做着装的准备 然后病人可能就是裁剪他的口鼻 然后我们再送检 其实只有这个部分是比较需要多一点人力 就多一点点时间啦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会请他们 如果只是一般的筛检 就是回去等报告 然后大家给您签署一下你的 留下你的资料 然后上传到卫福部 把各自上传这样子 你说这个是快塞还是现在做的那个叫什么PCR 是不是还是什么 没有这是PCR 但是快塞就更快了 快塞很快嘛对不对 因为快塞 所以他们大部分之前的一些专业人员是觉得说 快塞它的检测率是不太准确 就是很容易会有尾阴性尾阳性 可是其实现在大家 我觉得现在我都不确定我自己是不是COVID-19的 欸你打过疫苗了 我又没有证 我没打 你为什么不打 你们医务人员先打 我知道我是第一线的啊 可是因为其实当初我是想打 是因为我想要有疫苗护照这件事 可是当很多AZ这一块有很多像 他在年轻女生会有那个血栓的问题 我就不太想说冒这个风险 尤其是我们没有得选择 只有AZ可以选择的时候 我就想观望 尤其是当我们有一个学姐 她打完AZ做住ICU的时候 其实我就没有太大的 你刚刚说什么 反正我 你有个学姐打AZ做ICU 对啊 台湾不是刚开始就有一个护理师 然后打了好像是四十几岁吧 然后打了AZ疫苗以后就进了加护病房 他打了五分钟就开始有一些副作用的状况 我的妈呀 我就开始觉得说 我可能这一两年暂时不出国吧 所以就 就先不要打了 就说了 No了 就No了 就不敢了 因为其实 其实我觉得如果对于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从去年开始 其实在医护人员 其实相对就比平常人更有一般的警觉心 对 就是我不管我那么接触到患者 其实我在自我隔离 自我保护上面我都做得很足够 所以我觉得相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我很安全 但是我们当医疗从业人员都会有一个高标准 就是我不怕我自己怎么样 可是我很怕我自己传染给别人怎么样 就是自己成为那个传播媒介 其实会觉得那种会对我自己觉得会有很受创的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对自己保护能力是会比较加强的 所以我觉得反而现在在医院工作相对 跟大家来比 我觉得我是很安全 你觉得因为你自我特别有防护 其实也是因为你那个工作的区域目前还不是相对危险吗 你那边并没有那么多病例吗 你不是需要去照顾病人吗 可是因为我们去年其实当疫情一波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去站发烧筛检站 也就是有发烧的病人要来挂急诊 他要先通过我们那一关 所以我是第一个面对面去跟这个病人接触的 当然我们那时轮流去站 只是你会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恐惧 恐惧于未知 你现在会恐惧吗 面对这个疫情起来 现在其实我觉得不恐惧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已经 就是你当去年是因为对这个疫情 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 可是当慢慢的你 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会去找资料 去厘清我 对去厘清我对于疫苗 对于疫情这些的不了解 所以慢慢的我会觉得说 其实疫情不可怕 而是人心比较可怕 在疫情面前 只要你能够有谦卑保护好自己 其实该来的还是得来吧 也就是说我们该中的还是要中是不是 该中的还是要得 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很 其实我只是反映 如果基层的护理人员的心声 其实就是 我已经做到 就我已经做到能够保护自己 跟保护他人这个做法了 其实我就没有那么怕 嗯嗯 对 但是我对于国内的疫情 真的没那么 特观 跟热观 尤其现在北部特别棒 但是你会不会担心 现在台南是不是 黄伟哲 台南市长黄伟哲 他也要开放那个普筛了吗 其实因为台南 我们不用等政府公告 我们已经开始在准三级的做准备了 那有你们有要像像柯P跟那个那个 侯友仪这样子去去做几个筛检站去真的对一般民众筛检吗 还没有 可是像现在如果像以前要来医院做筛检 其实你如果没有旅游室 就国外的旅游室 其实医生相对的会 不给你筛 再三圈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只要有去过台北火车站 就是那几个或去万华 其实你就符合公费筛检的身份了 然后其实这个检测大家很快一两个小时就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哎你是不是OK 你就可以回去了 PCR吗 对 哎快筛 快筛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TOCC以前是讲国外 就是旅游室是以国外 现在可能因为国内的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只要有北部或者是彰化 就某几个热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符合我们快筛 医生就愿意帮你做 嗯嗯嗯 对 好 你现在那个医院这边 你服务的单位 会不会病人少了很多 就门诊门诊的人 呃我是觉得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因为可能相对于南部来讲的话 我们还算是安全的 嗯 可是我记得 相对于北部了 相对于北部 对对对对 南部是安全 嗯 但是去年大概五六月 其实医院是整个几乎 除非你有危机性命的需要开刀的 你才会住进来 嗯 所以去年相对于去年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其实人 病人数并没有减少 嗯对 但台北台北的确是少了非常多了 台北 我觉得那是有需要的 那南部 我真的请大家可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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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真的很需要不要去探病 不要去造成医护人员的麻烦 放心 现在街上人都很少了 我这几天上街看 哦 街上人都很少了 那 那现在 现在台南 台南街头怎么样 你是在台南市吗 台南市 那台南街头 台南街头 哎怎么样 台南街头 人海很多 人海很多啊 哦 对啊 哦 台南 可是我们现在 台南人真热情啊 OK 我们现在其实去 7-11 然后如果你没有戴口罩 他们店员是不开放进去的 因为 台南的机管局 已经开始在开单 开罚了 嗯 你们台南还没三级啊 但是我们已准三级来做准备了 好 但是我们 你们进7-11要实名制吗 要 也要 其实我们实名制从去年 都一直没有改 只是有一段时间不用过健保卡 嗯 然后现在是全部都要再过健保卡 嗯嗯嗯嗯 好 可是我实话说过健保卡也没有用 因为其实如果他去台北 他也不会有注迹啊 对啊 他只有出国吧 还是怎样 对 只有出国才会有注迹 那健保卡就是知道你是谁啦 而已啦 对 就是一个身份的人 就知道你是谁而已 对对对 就是实名制的一个说法 嗯嗯嗯嗯 好啦 那那个Fiona妹妹来 那个 你觉得我们这一波疫情 我看不到镜头 对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看不到镜头 我知道 我看不到镜头 你觉得看不到镜头 因为我觉得 其实就讲一句话 我们的指挥官只要不愿意放下他的身段 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 我觉得我们很难去看到镜头在哪里 尤其是当我们疫苗也就这么多 其实 护理医护人员好像基本上 如果低线 如果大家都愿意打的话 疫苗其实是不够的 连低线的人员都不够 因为AZ要打2G 才能复合你完整的疫苗疗程 所以其实如果来讲的话 因为现在低线施打率 好像只有44万多而已 但是现在一堆人都抢着去打了 喂 不过 你刚断了一下 我说现在很多人都抢着去打了 不过现在自费的已经停止了 所以可能自费的已经不能打了 因为疫苗基本上已经不太够了 对啊 但重点是我们本来就算 就算全部都吃打率 那30剂的那个AZ全部都打完了 我们人也不够打 而且第二季都不知道哪里来 rusmer 对啊因为总统是告诉我们butena 这个月会进来的 可是这个月好像又遥遥无起 而且我们第一季打的是AZ 第二季原来Moderna是要玩什么东西 不能混打 对啊 在玩什么鬼 你真的是 没有我们就要等着美国 看看他们已经打完了 或者他们有多余快过期的事 可以给我们 Fiona那你刚刚讲 如果指挥官不会承认 认识他的错 我们这个疫情是看不到劲头 你个人觉得 以你在第一线工作的 你是医护人员 你觉得指挥官的错 最大的错你觉得是什么 我不能讲他的错 OK那不好意思 那你就不要讲 他的错是 他的错是众所皆知的 不需要我一一到来 好那你不要讲了 他的错捷克你应该也知道 好那没有关系 我讲他的错可能是什么 你觉得对 你就眨个眼好不好 眨个眼 好啦 你不方便讲没有关系 我觉得啦 我觉得他的错就是 他不承认自己错 他没有避世感啊 就是他的错就是 他不承认自己错啊 就是这样啊 他永远不承认自己错 对 他永远不觉得他自己错 然后这些医疗 他的所谓的专家学者 也不觉得自己有错 但是其实我们临床人员 看到的错就是 真的错误百出 我不知道明天的疫情会多少 但是当我前两天知道 原来我们疫调 我们每天公布的是 44小时以前的疫调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傻眼 你刚刚讲我也才知道 我们每天公布的是 44小时以前喔 对啊 哇 因为我也是前两天 从庄人想发言人的口中里面 我才知道 原来还没有完成疫调 他们不会在 记者会上去公告人数 所以明天会有几例不确定 不对耶 你这样讲那更危险耶 我们现在的资料是 44小时以前 你们没有认真看 对 我们谁会认真看 他听他每一句话 我的天哪 我们现在的资料是 44小时 等于是两天前的 也就是说 他今天公布的333例 是48小时以前的资料 那照此时此刻来讲 可能都已经上千例了 我的妈呀 没有其实我也是听他那天 刚好记者有问问题说彰化 其实大家都知道彰化有两例 然后所以那个记者发问的时候 那个发言人就这样讲说 因为他是几点到几点疫调 所以这两例是要明天才公告 我们才知道说原来 我们每天公告的人数 其实是两天前的人数 所以你明天到底有几例 其实都是个未知数 他每天就是要给我们惊喜包吧 好啦 你已经给我们大家一个惊喜包了 但不是你给我们的惊喜 你把他给我们的惊喜告诉我们 真的是 我只是转述记者 你只是转述他的那个 44小时那个 有点 但是他一定会有他的讲法 就是说 他因为这个还是疑似的 还没确认嘛 对不对 他比如说我快筛了阳性 我必须要用一个更精确的检测 去确认他是 他才是 所以OK 他一定会有他的讲法啦 就是这样 但是 好啦 我们就是 自求多福吧 自求多福吧 谢谢 也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疫情 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你可以这样讲 是这样 就比我们看到的数字 来的更严重 就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说 真的在任何疫情前面 真的要表达自己谦卑的心 而不要说把话都讲好讲满 当你一旦发现说 有任何的失控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自言其说 你自己说的任何一字一句 那每天的疫情都在打脸你自己的脸 对 其实我们也看不下去 我们也觉得他很 我们也很心疼他 但是谁心疼我们 不能再讲了 好你没关系 保重 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不好 好 好了 没关系 OKOK 谢谢Fiona 谢谢你连麦了 谢谢你跟大家讲这些资讯 好不好 也 也 祝你工作 就是 Good luck 一切小心 好不好 平安 幸福 快乐 你已经断麦了 好 OK好 拜拜 好 妹子已经 离开了 来 大家 大家大家听到台湾女生的那个声音怎么留言区已经暴动了你们这些这些大家留言区真的是哦特别喜欢台湾女生声音好来我来谢谢微信的斗内啊总之要谢谢干爹的来嗯大谢谢大来谢谢猜杰杰克安安保重身体OK好 Aen啊可以开放认action对应 talk连线丁 talk是什么啊听 talk我不知道丁 talk是什么 哦 来谢谢恩啊统一能解决缺电 哦好 统一能解决缺电 好来 谢谢桶啊 谢谢 来谢谢那个 呃 这个是什么 阿啾啾 YT的懂得阿啾啾 杰克哥沙斯介绍越南店 越南店我介绍过了 你看我之前的有一集 那个YouTube的影片 你去翻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我介绍过越南店了 好不好 好来接下一位哦